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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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豪 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昌浪航空无限万里游 里程兑换规则 补充来了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豪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长荣航空 我发觉之前 讲一些长荣航空的 这些联名卡 然后送的这个升等券什么 它的流量非常的好 大家好像都很有兴趣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亲身的实例 就是我最近在兑换 全家人飞出去的里程票 那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后来就是 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有必要来跟大家说清楚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票贩 也就是说你本身有在卖里程的人 其实这一点 你可能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像我们一家七口 如果要飞出去的话 你再多一个人 是不是就是八个人 那八个人的话 你票怎么用 你自己一个人之外 你还有六七个人的票要换 这会是一个问题 那以长荣 跟华航的这个里程兑换系统来讲的话 他们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以华航来讲 你一个人就是只能有六个兑换名单 如果这六个兑换名单满了 他就是第二年的时候 会自动帮你把这些名单漏进去 那你就是永远都是 只有这六个名额 那如果你本身要把其中一个人 Kan掉 你就要等三十天之后 才能够再加一个人进去 所以他让你不是那么简单的 去做人员的贷款 就代表不让你马上可以 可以卖了 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意思 那长荣的部分的话 他是每一个人 一年可以新增六个名额 这个是指绿卡 还有银卡跟金卡的部分 如果你是钻石卡的会员 你一年可以新增九个名额 那他的这个所谓的六个名额 或是九个名额 不是只是票面上的这个意思而已 就是你第一年你有六个名额 你第二年有十二个名额 第三个年 你可以新增到第十八个名额 但是这代表说 你每一个年度都可以 任意转给这十八个人 不行 他的意思是说 你每一个年度 你只能够转给六个人 就是你是钻石卡 就是九个 这六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年我的名单有十八个人 但是我转给了 第一二三四五个人之后 第六个人 就算你是新增进去了 你可以转了 但第七个就不行了 他的系统会去注尽 你总共转了几次历程 给不同的人 不管你的账上的名单 有多少人 你只要转了六笔之后 第七笔就是不行 好像我自己就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要再多转历程 给我弟弟 然后来帮他开票出来 是开不出来的 所以我就要等到明年的 1月1号之后 reset了 那我就可以再重新转给六个人 那这六个人 你就可以选择 就是你本来名单上面 那六个人 或者是你要再新增六个人进去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 可以去做决定的部分 但他的系统就是写的比较死 如果你想要拿到 就是大于六个人 你就要想办法变成钻石卡会员 可是长榮的钻石卡会员 你就必须要飞到天荒地老 对不对 你还不能有里程换票 里程换票是不算的 你一定要真金白银 而且要买商务舱机票 尤其是最贵的那种 可以计算1.25 或是1.5 1.75 烫刺的那种 你才能够达成它的需求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航空公司的里程计划 还有饭店的 这些会员的计划 对我来讲 它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长飞客 我本身也不是常常去住饭店的 你自己有家里面 你好好住 你不要 你为什么要到处泡 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是有出差需求的人 不然你就是家财万贯 家财万贯 可能觉得自己家里面最舒服 怎么可能一年可以出国 就是住外面的饭店 住60天 是两个月 对不对 对于我们一般普通人来讲 这是很难去达到的事情 所以长荣这次也是一样 如果你本身 是有常常在贩售里程 给不同的人的人 那你就要注意 你一年就是只能转6笔出去 第7笔就不行了 但是它还是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规则 就是你可以持续的转给这6个人 比如说我转给我爸爸 我妈妈已经转一次了 但是还要再开一次票 我可以再转进去 然后他们还可以再一直开票出来 所以你这6个人 就是今年度 你可以一直转给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一直开票出来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不可以再新增别的人进去了 所以如果你是里程饭票的人的话 你可以就是一直卖给这6个人 他们如果要一直开票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有可能会去遇到的问题 那我自己特别的去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里程的转让的规则里面 他有写到说 他们只要抓到会员 有在任何公开的地方去讲到 里程的贩售 转售 还有这些资讯的话 他们就会取消他的会员规则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他们都完全不鼓励你去做里程贩售的这一块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这不是他们所乐见的 他们其实希望的还是 你自己累积自己搭 顶多就是亲友 就是互相转换一下 这是OK的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在做 所谓的贩售的动作 我都是自己用 自己用就不够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还需要这样子 还需要再卖给别人这样子 对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你本身是不是公众人物 你都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只要抓到 他是有权利可以把你的账号取消 把你的里程全部没收的 这样真的是得不偿使 所以未来大家如果在使用长榮航空的里程 做酬兵机票兑换的话 请你一定要特别抓准这个时机 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一个人在绿卡的会集 一个人一年只有6次的新增名单 跟转换名单的机会 12月31号2359以后 他就会重置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再转给别人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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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